大家好,我是宣問器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淡友打到你就問號 先講講港股的情況 今天港股表現一般 低開少少後,曾經升過下 都見過下26,88點 但其後無以為計,慢慢跌 曾經跌超過300點 好在後面跌幅稍微收窄 全日跌219點,收26,566點 成交幅只有681億 今天市場走低,與騰訊有莫大關係 騰訊跌得較多,跑輸大市 2%又多,加上中移動又遠 有1%跌幅 拖累的市場,今天跌回219點 整個市形勢 今天剛才提到跌219點 多又不是很多 成交更加萎縮 6881億 市場成交縮 傳有波幅也不算很大 從這個角度來說,又不像很大件事 為何要提出幾個字 男友打到來 問號 主要是看與沽空的情況有關 今天沽空金額 是113億 沽空比率是22% 如果大家跟著這個比率 通常15%都算是多 甚少是兩成 但現在竟然突破了兩成以 至於最多人沽的3隻股份 是哪3隻? 包括今天跌得較多 就是騰訊 以至建行和平保 是3隻被人沽得較多的股份 沽空比率達到22% 是否等於淡友打到來 大家要特別小心 因為通常沽空比率高 有可能顯示淡友空群而出 對後市不利 事實上是真金白人沽下來 但與此同時 有很多人當沽空比率是相反指標 知事換言之 很多人不斷沽 沽到七七八八 即是再沽的力量 可能已經是今天呈現出來 再進後市 明天、後日、後市 再沽下去的力量 或者沽受壓力 可能已經消化了七八八 未必可以進一步將市推低 也有人這樣理解 但究竟我們應該怎樣看待 今次整個市場這樣跌下去 沽空比率又這麼厲害 我可能可以從以下方面去看 特別的發展去研判 後市應該怎樣做 其中一個就是看看美股 現在美股走勢比較強 一直升上去 主要昨天節目提及過少許 就是之前的業績期 一、兩星期左右 出來的業績普遍是比市場預期為佳 雖然大家仍然猜 今季的情況都是要有倒退的 以S&P500來計算是仍然會有倒退 但問題是比大家估計的倒退沒有那麼多 所以就產了上去 成為全球股市其中一個助力 最近全球股市普遍是好好的 助力就是美股的盈利表現 只不過去到這一刻 美股的盈利表現 對市的推動力慢慢減少 特別是個別科技股出現的業績 或者盈利與指引不是太拖帥 其中一個就是德州儀器出現的盈利 指引說第四季是比市場預期為差 所以對科技股構成壓力 現在看到這就是納斯達的指數走勢 昨天看到高開的 高開曾經穿過綠色的下降軌 這個頂部延伸出來的 都是一個中期的下降軌 穿過的 理論上穿過的走勢突破 穿過之後 又不能夠進一步上升 不止還掉頭 急挫 出現大陰燭 全日跌了58點 0.7% 這個情況可以說是假突破 而且昨天之堪竹 再對之前交易日的小羊竹 更加形成一個穿頭破腳的走勢 有羊竹圖路而言不靚仔 大家要留意著 未來美股的走勢會怎樣 以至未來公佈業績會怎樣 其實今個禮拜有很多業績會公佈 美國美國方面 大家要留意著 這些股份究竟出來的業績 會是跟之前 剛才提及過 第一階 第一階段公佈業績期的公佈出來 成績表不錯 令大家對整個季度的總業績變成改觀 但未來的會不會令大家的改觀回頭 這個就是關係 淡油是否打到再殺害的其中一個關鍵 第二個關鍵就是看著中資的股份表現 之前中資股比較強勢 特別是國企股 早前一直都比較強勢 恆生指數看到了 一直穿不到100天線 但國企指數一早已經穿了100天線 站在上面 換言之國企指數比較強勢 多得內需股、科技股 但近來中資股、科技股也好 其他股份都落落一些不好消息出來了 包括今天跌得多的騰訊 大家覺得有政策風險 因為市場傳出 內地有可能暫時未落實 未證實到 但有可能管制未成年人在網絡遊戲的時間 簡單來說 可能限制不讓玩這麼多網絡遊戲 如果這樣做 當然騰訊會受害 因為騰訊手遊而無 是主要的盈利來源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 就要留意著這些股份 其他不同類型的中資股 都有不同類型的情況 例如中國移動是業績 迎來倒退 昨天約提過 以至股價連日下跌了 甚至乎加上今天的6800 中國海外也迎來一般的 倒退1% 令到大家覺得一般的表現 加上另一個昨天已經出現了 就是華遠之地批股 另一個原因令到股價跌 所以中資股有不同的情況出現 大家留意著發展會惡化其一 其以中資股的重要支持位 會不會失手 大家就留意著 中核移動很明顯是上升軌 如果穿了就比較頭斜 今天逼近也叫做跌幅稍微收窄 看得出這個上升軌是有初步的承接 後市會不會頂不住 以至再穿前浪底的支持 就頭斜大約64元 大家留意著64元這個位置 至於騰訊也要盯著 就是320元的重要位置 其實逼近就上升軌 穿了就認真麻煩 當然更加重要就是這個前浪底的支持 如果穿了就認真頭斜了 所以要盯著這兩個 就是中核股的進一步 有沒有壞消息 以至重要的技術支持 當然也要看恆新指數和國企指數 國企指數100天線支持 就是10450 今天就欠手 會不會穿了下去 大家留意著 穿了下去可能令到 今天股控了很多的淡藥 明天再一步發動公勢 大家留意著這就是其中一個關鍵 第二個關鍵就是恆新指數 恆新指數多次穿不到100天線 起算100天線是有阻力的 現在重要的支持是哪裏呢 就是50天線 大概26,28點左右 如果這個線是被淡藥攻陷 剛才說的 今天空群而出的淡藥 可能會沽多幾百 加多2千元就緊沽下去 到時指數就可能壓力會更加大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就大致多 多謝大家